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中国新年的跨年舞会 所以大家都装扮好了 然后该去看的也都去了 然后该准备好化妆的也都要去跳舞了 结果不料却在当天晚上爆发了一个枪击案 至少现在新闻说的是11个人死亡了 然后有十几个人受伤了 在礼拜天就是这个枪击案发生第二天的时间的下午 这一个亚裔的男性枪手 一个72岁的一个老先生 他叫做Who Can Train 他在与警察对峙的过程中就开枪自杀身亡了 就大家如果要是看到这一类新闻的话 就会想说好可怕 然后大家会想到进枪方面的事情 比较少想到的是自我防卫的事情 对 华人也有一个很错的misconception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些东西离我很远 都只有在老美那种地方才会发生 就在黑人区才会发生 我住在华人社区就不会这个样子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那个时候在呃呈现 那个枪击案在教会里面 然后呢现在在这个舞厅里面 一个72岁的一个老头子 就没想到 杀人凶手 居然年纪这么大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以为是什么帮派火拼 之类的 就两个几个年轻人 血庆方刚 然后去 两个帮派去打架之类的东西 那既然是一个舞厅 然后是一个娱乐场所 然后又是老人的娱乐场所 所以就变得很奇怪 也就是说 所有东西 你不要觉得说 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不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 既然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 比较理性的方式去面对 所以今天的影片比较特别 就是我自己身上带着的 英文叫做 就是我每天身上带的东西 那这个如果认识我的人的话 就知道我有一个包 是我几乎是随身攜带 而且从不离身的 而且它这个包非常非常的重 看起来小小一个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这位朋友呢 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 保护自己 然后保护身边人的这样一位人士 我们就看看说他今天 包里面随身都带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有大东西 也有小东西 有的可以在很危急的关头 可以保护自己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零到八岁呢 什么玩意坏了 修一修 有很多人说你长得很像女生嘛 就看一下这个人 他到底爷们不爷们 他包里到底都带了一些什么 今天给我们大家一起展示一下 好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直血带 直血带呢长这个样子 英文叫做tourniquet 那tournique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只要带枪就好 但他们都忘记就是 其实你如果被打中的话 你是需要赶快急救 不然你没法继续保护你自己的生命的 那这个直血带是很必要的 你想要保护自己的话 medical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的multi tool 这个是拯救了我不知道多少次的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工具 那这个multi tool的话就是 就是里面有什么钳子啊 然后刀子啊锯子啊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去很多地方 然后每次别人说什么 哎呀有没有螺丝刀有什么什么 结果我都有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包包里面的 像说我的钱包每天带的东西 然后耳塞 这个是你如果打枪的话 你需要保护你自己的耳朵 当然你在紧急情况的时候不可能 不太可能会去有这个时间塞到耳朵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准备的话 你是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听力的 但是这样的话是 好的还是不好的 如果你要是在商场里面 比如说有人开枪 你带到它会不会影响你听到别的方面的信息 对没错 那这个耳塞呢是一个surefire的耳塞 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洞的 你如果说盖住的话 它就是完全塞住 你就听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你打开的话 你就是可以听到附近的声音 所以说这个耳塞是我非常建议每一个人 如果说你要保护自己听力的话 在开枪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打枪练习会比较推荐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一个算是口罩吗 最主要这个的目的是因为它是美国国旗 然后是support the police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让那个警察如果看到你的话 因为警察到了现场之后 他最compute的东西就是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可以让他稍微想一下说 他support的是警察 所以就是戴上这个就代表你是知识警察 所以警察看到你会觉得你是好人 对对就是让他至少想一下 不要看到你就直接开枪 然后让你至少可以说就是 嘿嘿嘿嘿嘿 我不是那个坏人 我不是在这边枪杀的这个人 所以说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好人的一个指标吧 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想法啦 有没有用我还没试过 但是我也不太想试 我们不是有一些警察朋友 下次可以问一下 戴上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对对对对 我去问一下Vincent才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口罩 然后还有手电筒 通常发生事情的时候都是在晚上 所以说你晚上的话 你照很多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很多人会说 那我手电筒放在枪上就好啦 但是你枪直接指着别人 就是直接中罪 所以说对 所以说你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而且你如果说 你在这边拿到 拿着枪在那边指来指去 然后呢警察看到你的话 你如果说不知道那个是警察 你拿那个枪指的警察 警察把你疾病 你是活该的 所以说有一个手电筒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 IP Profen IP Profen 是我觉得一个 男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就是有什么头痛啊 各方面 然后呢 这是一个 Duct Tape Duck Tape 我把它弄得小小的一个 Duck Tape的好处是 它可以修任何的东西 就是暂时修任何东西 你车子坏掉啊 Bumper掉下来啊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撕下来 然后直接贴上去 它脚力那么强 对 然后这个就是你在那个 买的那种 Home Depot 你会买那种 Gorola Tape的那一种 然后还有 手套 保护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手是你 你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要搬东西啊 还有各方面的 你要清除障碍物 像说你如果说 今天Felicia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堆椅子卡在那个地方 上面椅子都是钉子的话 所以说有一个Working Club 是非常好 非常必要的 然后像你要打破玻璃啊 这个地方也是有这个 软电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保护你的手的 那你跟别人 就算搏斗啊 各方面 你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你的手 所以说手套 还有行动电源 这个行动电源呢 是太阳能的行动电源 因为你不是 不是 真的是操作能板 随时充电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人就是手机没电啊 还有各方面的话 那你这个行动电源 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 一顶帽子 因为我们住在加州 加州的太阳是非常可怕的 有一个这种遮阳帽 就是你车子坏掉啊 你要走去哪里啊 你如果在大街上走的话 有一顶这样子的帽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一个防弹板 那样 是软的 然后 protection level 是3A 什么意思 就是它可以停止所有的手枪的这个子弹 哦 所有手枪的子弹 对一直到44 Magnum 所以如果要是有个人拿手枪打我 我这样子 他如果打在板上 他不会打死我 对然后会很痛 但是 因为冲击力关系会很痛 但是他不会打死我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呢 那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每天防身的枪 10发 我没有违法 空的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手枪 就是随身携带的 那然后手枪的话也是 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看到这个东西 你要确认这个目标之后 你才可以设计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每天 防身的枪 那遇到 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要用不同的东西来去应对 因为 Emergency 不是只有就是 枪击案或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要想到 每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还有最重要呢 就是 现金 很多人现在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 攜带卡片 都是信用卡各方面的 但是万一真的停电的时候 你任何东西都是停住的 你去那个刷卡 是刷不到任何东西的 对对对 所以说现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金是唯一 在所有这个社会停止停摆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来去做trading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真的是不建议大家就是 大家开始都用什么Apple Pay 然后大家都用什么卡片 各方面的 这样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万一停电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也讲过吧 就是什么好像台风还是什么的 然后人停电然后去7-11 连买个便当都不行 你只能求别人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便当 那时候真的是有钱 在你银行帐号里 你都没有办法提下来 所以说现金是非常重要 里面有大概几百块的现金 是你可以度活的 然后你可以加油的 你可以去做任何东西 你可以买水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就是我平常每天带的东西 随身攜带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永远在我的车子上 那我基本上不太会去动 里面就是我的衣服 像说冬天的衣服啊 然后还有下雨的衣服啊 防水的啊 多出来的袜子啊 各方面的 那最重要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MEDPAC OK 或者叫做 IFAC Individual First Aid Kit 个人医疗急救包 这个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这个急救的工具 然后还有像说封带啊 然后还有 捏子啊 然后 各种不同的药 止痛药 灼伤药的这些wipe 各方面都在这里面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 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这个不会跟着我随身在身上 但是一定会在我的车上 就是随时准备好 如果说有人需要急救 或者是如果我自己需要急救的话 我可以抓的这个下来 然后这个也很好拿下 我可以整个撕下来 然后直接丢给别人 那总之我们今天 做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每天 背了这么重的包包 然后带着一堆 看似好像很没有用的东西在身上 其实目的就是 我知道说 我的权力 还有我的自由 还有我的安全 其实是我要负责的 并不是政府 很多的人觉得说 美国怎么这么乱 然后枪支这么泛滥 其实加州这个地方枪支是非常非常严格管控的 也就是说枪支管理其实是没有用的 任何人想要做坏事 他们还是会继续做坏事 法律其实不能喝止任何人做坏事 当一个人想要做坏事的时候 他还是会去做坏事 这一次这个人他使用的枪支是一个很老的 而且很糟糕的一个枪 就是射也射不准 中文好像叫做污支冲锋枪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冲锋枪 因为他是单发的 他是半自动的手枪 那这把枪在加州其实已经违法了 他使用的弹夹也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 法律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 不会保护到你的人身安全 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不能靠一行字来保护 在美国你有义务要保护你跟你的家人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 身上会带这么多东西 然后让我自己的人生会好过一点 那你会觉得像说你外的老公 或者是你男朋友 如果说每天身上带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觉得比较安全还是比较不安全 一个是他如果要不嫌诚他就带啊 第二个是就我很有疑惑 就比如说你带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那个包又小小的塞的满满鼓鼓的 就自己掏一个东西出来都费劲 如果真等到什么紧急事件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很快的就找到你要用的东西 然后逃出来吗 对 这就是整理这个包包非常非常重要 像说我的防弹板就会放在这个地方吗 如果防弹板的这个这个位置 然后我的枪就会放在这边 等于说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然后拉开来 然后就直接抛枪出来 好那各位看完我今天每天带的东西 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你每天带什么东西呢 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你自己呢 如果你在一个不能使用枪支的国家 你是打算用什么方式 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坏人他是处心积虑的来去做坏事的 那我们好人就只能react 所以说我们要有更多的东西在我们身上 来去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如果说你准备好了之后 然后你跟他还是平起平坐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有关于生命的这样子危险的一个攻击 确保自己有100%的优势 如果说你准备了半天 然后你还是处于劣势 或者是你只是跟他平起平坐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每一天过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想的ahead be hard to kill 成为一个比较难杀死的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会带这么多的东西 我随时要去保护人 然后呢准备好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家庭 跟我身边的人 那如果各位对我们今天的讲东西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然后进入我们的discord 我还有很多我还有一大包东西在这个地方 我是可以分享的 然后呢关于枪支的话 我也是有一堆枪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 来这个地方讨论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成长 然后一起建立一个社群来保护彼此 那他刚才说的这个社群在哪里呢 他刚才说的这个只有专属我们会员的discord社群 等待你来一起来加入哈 如果呢你已经是我们的会员了 你想要加入我们这个discord社群呢 欢迎哈你去登录到coffee的网站上面 然后你首先要登录 登录到你这个账号之后 你再来ai news的账号上面看 你就会看到一个秘密讯息在我们的主页上面 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步骤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专属的社群里面 如果你是通过paypal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话呢 请去查看你的email哈 如果你要是没有收到我们发给你的email 欢迎你发email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再专门发一个email 来把专门的链接发给你哈 这个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discord社群里面的方式 如果你还不是会员 但是你对我们的这个社群很感兴趣 欢迎你来购买我们的会员 然后加入到我们社群里面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 可以跟你一起来讨论 尤其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所以欢迎大家来赶快加入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太太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